大家好 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斗罗大陆来到最新剧情 入于唐三在 85000年的植物魂兽蓝银王的引导下 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黄者血脉 听到了无数蓝银草的呼唤 体内的蓝银草成功觉醒 为了斗罗大陆顶级五魂蓝银黄 那么蓝银黄究竟有多强呢 竟然被独孤伯认为 是可以和浩天锤相媲美的顶级五魂 其实在唐浩和比比东的战斗中 就可以看出端倪在斗罗大陆前妻 拥有十万年魂环的只有两位 一位是浩天斗罗唐浩 而另一位是五魂殿教皇比比东 比比东作为双生五魂的拥有者 加上同样都是 十万年魂环 按道理比比东应该压着唐浩打低 但是在多次的交锋之中 都是唐浩占据了上风 这都是因为唐浩的第九魂环是蓝银黄 对于魂师来说 第九魂环对魂师的提升是最大的一个 所以唐浩面对比比东才如此强势 而在二次觉醒成为蓝银黄之后 唐三的五魂发生改变 为五魂环更是赋予了唐三一个 极为强大的攻击魂技蓝银霸王枪 由此也可以看出蓝银黄的强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